我们今天一起好好逛一逛 今天来到平安古董集市 在上午我们淘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 现在是下午了 看看又遇到了些什么 这是个熟悉的摊 淘过不少好东西 Vintage的领扣 这个小小的铸铁的小锅 可以当烟灰杆 诶 这个烟灰杆挺好看的 这个前后都有胡雕的文字 回去研究研究去 公鸡的麻袋 这要做装饰多好看啊 挂在墙壁上 平安神宫这个集市特别大 有时候逛到下午四点钟 还有很多摊位没有逛到呢 最近这两次好像又增加了很多摊位 能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了 那是新的吗 新的吗 没有新的 哎呀这里边还挺丰富的 但是又香水了 里边可以搁 然后可以打开 特别新 他就是不是很很旧 就是说他保养的很好 他说七八十年代了 也在这边可以转的 这个有点像非洲木雕 我看这个的时候啊 旁边有个老外 然后跟我讲了很多日语 什么传统公寓什么的 但是大多数我都没听懂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有铁丝和线编的 如果知道的话 麻烦您给我留个言 好沉啊 好像是凝固的塑料 这个摊位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挺好玩的 每个月10号举行的平安跳蚤市场 最有看头 也最让人安心的是 这里约盟一百多家京都和其他地区的古董商店 都是持有古物证的店家 才能在此摆摊呢 也因为这个认证啊 让这里的古物买卖更有保障 我们看到摆摊的商家 都是专业的古物卖家 一只哎呀 塑料的 好像挺酷的呀 我现在不收着了 没地儿哥 我这里不好看 在这里淘花特别刺激 价值价格不等 比如有几十元的几百元的 还有上千元的 很多店家都是可以砍价的 这种宽敞的露天的购物环境 特别有意思 很多摊位呢 都可以使用信用卡 也可以刷paypay 所以在这里买东西也非常的方便 每次呢 都会买东西买到拿不动为止 我就想长期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每个月要能有这么一两次这种集市 家里的一些生活用品真的就解决了 而且呢 价廉物美 还可以淘汰很多漂亮的东西 看这些玩具 还要这些七八十年代的玻璃杯 淘回去用用挺好的吧 这是人民币不到三十块钱的包包 日本人出门特别带这种包 买菜什么特方便 这个大家子 我上次由于半天没买 今天看见好像不太想买了 无尘 每周带您去古董集市堂货 如果您喜欢 请订阅我的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看见好看汉字的老牌子就必须得买了 每一次来这个集市都不需此行 今天又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我从第一个摊位取回了我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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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找个地方吃饭 现在这边新入住了好多小吃摊位 我今天想找一个摊去试试 这种油炸不健康食品实在是在 太香了 特别的酥脆 谢谢大家 别忘了观看过几天的购入品介绍